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特意播出一则有意思的报道 2014年9月2日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西塔拉曼 在中国访问时特地亲身体验了一把高铁 他乘坐全长120公里的京津高铁 仅用30分钟即由北京抵达天津 后一条新闻更耐人寻味 西塔拉曼乘坐高铁八天后 也就是9月10日 中国南车租基公司成功获签三亿元 印度新孟买一号线地铁车辆订单 这两条新闻看似偶然 却折射出两国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作为天然的合作伙伴 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印度也已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近年来中印双边贸易额呈井喷式增长 2000年仅有29亿美元 2013年已超过65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两国人员往来增加了近两倍 中印直航航班从零增加到如今每周45个 中印两国经贸合作就像是露出冰山一角 等待发掘的巨大宝藏 一座正在不断积蓄能量 等待喷勃而出的巨型火山 令人憧憬而向往 If two of these big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because we do make the large part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So if we can leverage that population and do something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us I think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and scope I don't think India and China are competitiv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the basis off that cooperation If we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Both of us are going to benefi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年7月14日 在巴西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 曾这样指出 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 都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历史进程中 最珍惜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两国的理想和目标息息相同 中国中国的理想和目标息息相同 中国中国的理想和目标息息相同 是两国二十五亿人民的共同心思 当我们说中国的意志 我们说大量的大量的大量的大量 当我们说大量的大量 我们说大量的大量 大量的大量 所以当我们说大量的大量 我们要对中国的大量 也要注意与印度的大量 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全世界都会倾听 中印携手合作 全世界都会关注 无论从双边地区 还是全球层面来看 中印都是长久战略合作伙伴 而非竞争对手 中印度的大量 对中国的大量 对抗战略合作伙伴 已经成长了 现在已经成长了 10年或20年 所以我们不需要 谈论中国的大量 对抗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看到 中国的重点和战略合作伙伴 已经成长了 在10年 在10年 中印度的重点 战略合作伙伴 对于两国关系 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声音 是合作共赢 正如印度总理莫迪 对中印两国关系的生动比喻 一种精神 两个身体